对耶,又会唱歌 重点是又那么帅 小人怎么可以不爱上他们呢? 안녕하세요,我是可睡杰 안녕하세요,我是玛琳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上个星期的家事副议题呢? 没有看真的是不行 你怎么可以错过一生技在节目里高唱的 Komjiri Sarang呢? 是不是很好听呢? 是不是起鸡皮疙瘩了呢? 你们真的不要忘记 Sungi是歌手出身的 他可是演戏、综艺、唱歌都很厉害的皇帝 其实韩国有很多男演员都很会唱的 就像无礼帕说句欧巴 好像和唱歌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他唱过不少OST哦 Komjiri Sarang呢? Komjiri Sarang呢? Komjiri Sarang呢? 还有还有 最近很火热的Kim So Hyun奥巴 想当年他刚出道演了Rim High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他是歌手 因为他在剧里唱的真的太好了 同样是退伍回来的机场沃 他也曾多次演唱自己电视剧的OST 看来大家都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说到会唱歌的男演员 哪里可以少聊Komjiri Sarang呢? 欧巴以前常在综艺节目上一掌歌喉 也经常在粉丝见媚会上唱歌给粉丝听 很sweet咯! Komjiri Sarang呢? 作为OST女王Komjiri的老公 Komjiri Sarang呢? 当然也不能输 他本来就是通过音乐剧出道的 一直都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歌声当然也不用质疑啦 在刚播完的机制的一生生活里 还是五人帮的主唱 同心出生的李恒悟 不只是在电影和电视剧上展现自己的歌喉 后来还甚至发行了自己的歌曲 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 崔京后虽然是个专业的演员 但其实唱歌也难不倒他 从酒家之处开始 他就累积了不少OSC的作品 不知未来有没有机会出单曲呢? 最后当然少不了 原本就是歌手出生的Soy Ingo Oba 想当年他可是歌唱比赛的第一名哦! 看他们个个都是又帅又会演戏又会唱歌 真的是谁能不爱呢? 太棒了 太棒了 刚看癌成功的Kim Woo Bin 近日积极的付出 而随着他的付出 社交媒体上多了很多他的账号 为了防止粉丝受骗 Kim Woo Bin的所属经纪公司 还特地发声明澄清 经纪公司表示 欧巴没有自己的私人账号 唯一获得公司确认的是 AM娱乐所经营的官方IG账号 只有这个账号发出的po才是真实消息 粉丝们要注意不要被骗了 Seventeen 成年松矿最近在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受伤 因此被迫暂停活动 Seventeen 在这段期间将会以12人的体制进行活动 巨经纪公司表示 欧巴是在舞蹈练习期间脚踝受伤 送院检查后才诊断出左脚腕韧带破裂 生光奥巴也在18号的时候完成手术了 目前在休养中 要赶快好起来归队啊 Excel Magnet Sehun 最近宣布正式加入SP战队 成为APE Sport的股东 从此Sehun不再是歌手 还是个电极队的股东 厉害了 Uli Magnet 有没有一股傲娇总裁的味道呢? 果然真的是Young and Rich 恭喜Sehun升级成为股东啊!